日本上个月开始将核电厂的水排入海洋后 引发中共暴富 全民禁止从日本进口所有水产品 26日俄罗斯宣布可能加入北京的行列 禁止来自日本的海鲜进口 而莫斯科正寻求与日本谈判 内阁官方长官松野博一27日表示 日本将仔细检视俄罗斯对日本进口海鲜做出的声明 俄罗斯联邦动植物防检疫署周二表示 到今年目前为止 俄罗斯已经进口118吨的日本海鲜 他们已经致函给日本希望谈判 并要求日本在10月16日前 提供出口水产的辐射检测资讯 包含川的含量 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松野博一27日表示 针对俄罗斯的要求将提供高度透明讯息 日本核被水排放届满一个月后 中日两国大量渔船直居在北海道以东的公海捕鱼 不过有媒体揭露 日本渔船在这片公海捕获的水产品 若在日本卸货 就会被中共当局视为日本产 无法输出到中国 但同个海域 如果是中国渔船捕捞到的 就被视为中国产 可在中国国内流通 中共宣布全面暂停日本水产品进口 可能影响公众消费水产品的意愿 却反倒冲击中国自身海鲜产业 日本环境省25日 在核主理水检测的最新报告中表示 9月19日采样的海水分析结果显示 所有11个采样地点的穿浓度 都低于检测下限 不会对原体健康和环境造成负面影响 新唐亚太电视 国际新闻组张俊明编译